那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民主党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赢得选票 之前我们曾经报道过的 加州AB2223号法案 很不幸在本周二 已经被纽森签署通过了 如果你忘记了这个法案是什么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这个史上最让人心惊胆战的 将杀人合法化的AB2223 虽然每一个关于合法堕胎的法案 都是将杀人合法化 但是这个法案稍微有一些不同 因为很多时候 关于这个堕胎的争论 都是在于说 肚子里的婴儿到底是不是人而展开的 那很多支持堕胎的人所持的论调就是 肚子里的孩子不算是人 所以是可以堕胎的 那这个AB2223号的法案 是完全推翻这一个论述 因为它的出发点就是 允许杀害出生以后的婴儿 那这连最基本的争论点都已经超过了 因为这个法案里面说的就是 已经出生了以后的孩子 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讲 出生以后就是人了 但是人也是可以杀死的 而且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 在纽森的网站上面 有一天文章写了在礼拜二这一天 纽森都签署了哪一些法案 这个法案基本上都是与堕胎相关的 第一个签署的法案就是AB2223 那在这里呢 纽森对于AB2223的描述是这样说的 刑事和民事责任保护 AB2223是由议员 Buffy Weeks提出的 有助于确保怀孕损失不被定罪 禁止任何人因为流产 死胎 堕胎或者是宫内原因 引起的违产期死亡 而承担刑事或者民事责任 这里说的违产期死亡 就是包含着已经生出来的孩子 那这一切的法案呢 都是一个谎言 一个妇女因为身体健康情况 或者是意外流产了 这个人她会被定罪吗 一个妇女在医院生孩子 生出来之后发现是一个死胎 那这个妇女会被定罪吗 宫内原因引起的违产期死亡 什么叫宫内原因 比如说孩子早产 先天畸形 产道感染 心脏病 意外窒息等等等等 由于这样的原因 引起的出生之后的孩子死亡 母亲会被定罪吗 这些全部都是彻底的谎言 这个法案只是在为了合法杀人 找了许多莫名其妙 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的借口而已 那的确呢 是有一个案例 涉及到了生出死胎之后被定罪的 这个是在20多年前 1999年 有一个女性呢 她叫做Regina McKnight 她住在南卡罗莱纳州 她到医院去生产 生出来之后呢 发现是一个死胎 然后医生 马上对产妇做了检查 结果发现 她在怀孕期间 一直吸食可卡因 导致了胎儿的死亡 于是呢 当年法院就做出了判决 判定她犯有虐待儿童杀人罪 判刑 判了20年 那后来呢 由于各种原因 这个案件在2008年又重审 因为各个社会 各个组织说 这个对产妇不公平 所以这个妇女呢 在2008年的时候 也被放出来了 这个呢 是一起生出死胎之后 被定罪的案件 但是这样的案件 在整个美国看来 基本上少之又少 屈指可数 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1999年的南卡罗莱纳州 那么这个案件中的妇女呢 她的确是因为她在怀孕的期间吸毒 而造成了她孩子的死亡 一个怀孕的女人 她在吸毒的时候 她知不知道这个行为 会有一定的风险 造成腹中的小孩死亡呢 我相信正常人都会是知道的 那吸毒 吸多了 大人都死了 更何况是肚子里的小孩呢 但是如果加州 因为这一个1999年 发生在南卡的案件 所以现在来加州立法的话 是完全说不通的 那首先呢 是因为这个已经是 二十几年前的判决了 后来把这个女人 提前释放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支持她的这一方 一直在打官司 那打官司说的理由就是 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认为 孕妇吸毒 对婴儿不会造成伤害 如果造成伤害的话 也不会比抽烟 和缺乏护理更加的严重 这个研究有人信吗 还真有人信 法院信了 所以她被提前释放了 帮助她打官司的这些组织 信了 所以她被提前释放了 那所以现在在这些人的眼里 孕妇吸毒对小孩 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 吸毒约等于抽烟 约等于营养不良 逻辑都已经变成了这样 而且现在社会上吸毒人数猛增 尤其是在加州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案子拿到今天 还会如此宣判吗 在道德沦丧的今天 已经不会了 所以加州的法案 AB2223 就是由一堆捏造的谎言 组成的 允许合法杀人的法律 那约翰福音8章44节 也完全解释了这样的动机 到底是为什么 这里讲到了撒旦 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一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法案 目的是杀人 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做的事情 更多的谎言和拦阻也在展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人